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347面 看经文 父慈舍利佛 一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 伯和孔雀应付舍利佳丁贫血共鸣之鸟 世诸种鸟周月六时处荷芽阴 其阴延长五根五粒 去菩提芬八身道芬如是等伐 我们看大苏的解释 苏里面说 上言不天宪锐 此言情述陈因 又上言供养之甚 经言文法之甚也 这个上是对前面的一颗 就是前面的一大端 说的 祝天供养阿弥陀佛以及祝上善人 这一段是第四课 大四课的课题是画情丰树 画是变化 四十八月第一月就给我们说得很清楚 阿弥陀佛成了佛了 他的世界决定没有三无道 那么这些我们看到是出生道啊 本经说得很清楚 无量寿经里面也给我们交代得很明白 是阿弥陀佛变化所做 绝对不是真正的出生道 不是的 那么用这种方法来说法 这是我们这个现代的术语 叫做什么呢 叫做艺术化 教学的艺术化 不仅仅佛的发音能够普遍的普及 同时能够教听的人 心情轻松愉快 因为我们如果面对着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老师 我们总感觉得很拘束 拘束就不自在了 如果这个诗 别后恐确来给我们说法 我们一面可以逗他玩 一面再听法 这个心情完全不相同了 您就知道阿弥陀佛多么慈悲 是非常非常的慈悲 学想得太得道了 你看我们无论东西方的人都喜欢去玩动物园 去观赏 我们世间的动物园有很多真奇的动物 我们看了之后 赏心悦目 但是他不能说法 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动物园呢 他不是动物 是阿弥陀佛变化 他的制造的 造的这个动物园 这些动物统统都会说法 那么所说的法的时候 阿弥陀佛 就是阿弥陀佛化身 千百亿化身 真正是普门瓶里头 普门视线 视线的最圆满 最殊胜 就是在西方极乐世界 确实是应于什么身 得度 他就用什么样的身来说法 应于得佛身得度 他得佛 他就先得佛身来跟你说法 应于孔缺身得度 他就给你先孔缺身来跟你说法 这个是无比的殊胜庄严 所以这一章里面要给我们讲文无法的殊胜 经上讲 比过常有 常是不间断的 那么跟我们这个世界呢 我们这个世界虽有不常 为什么呢 动无独有寿命 忧生劳病死 他不能常住在世界 那么尤其现代 我们处今天这个社会 实在讲是很糟糕的社会 自从科技发达之后 这个地球上的生态环境 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所以有许多 这些动物不能够适应 生存了 渐渐就绝肿了 所以我们这个世界上 虽有这些争取的禽兽 寿命不长 存在这个世界也不是永久的 我们知道 许许多多古代的生物 现在都窒息了 我们只能够在画室里面 看到一些 无常啊 西方极乐世界 这些真奇的情了啊 他们也是无量寿 阿弥陀佛无量寿 里面所有的菩萨大众无量寿 阿弥陀佛变化的这些情了 也是无量寿 这个常就是无量寿啊 种种奇妙杂色之鸟 那个鸟类种类之多 也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经上只指出了几个例子而已 绝对不是只有这几种 十许多多种类 我们这个世界没有的 西方世界有 就是我们这个地球上古老的时候 绝种的没有的 西方极乐世界也有 那个地方确确实是宇宙之间最大的一个博物馆 确实是真善美惠的世界 奇妙严异常 不是我们普通常见的 非常稀有 这是珍贵的 所以佛佛呢 这是多种种之一二 佛佛孔缺应付常见可知 摄例前面有解释 那么有的人说 这个摄例是秋露 我们中国人叫露宿 那么也有的人说呢 摄例是春莺一类的 叫的声音很好听 这种的小鸟 但是究竟是哪一种 我们没有去考试 佳林平起 共命之鸟这两种 在喜马拉雅山有 这个也很珍贵 很稀少的 佳林平起 鹰生毛 叫的鹰生非常之美 所以称之不愿 鸟也美 共命呢 是一个鸟有两个头 我们叫鸟头鸟 这个是很稀有的 在喜马拉雅山 这一段经里面 重要点 是在说法 在说法 昼夜六时出荷牙鸟 鸟是叫人无火 牙是叫正而不邪 牙是正底 下面呢 也是 无量法门里面 佛只给我们说出一个鸟铃 这个鸟鸟就是长讲的三十七道品 五根 五梨 七菩提芬 八神道 都是属于三十六道品 三十六道品呢 封为七窟 那就是清理 前面呢 还有三窟 四念处 四正 正秦 四如意足 这个三窟 我们经商没有 经商之同 五根五梨 开始讲 为什么这三窟 佛没有说呢 实在是 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这个三窟都极足了 都圆满了 也就是说 这三窟都已经毕业了 纵然是下屏下身 你看像这个四念处里头 观神不禁 下屏下身的人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大经里面告诉我们 情绪之身 无极之体 那哪还有不惊呢 所以前面三窟就毕业了 四如意足是讲神通啊 经常讲 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的天言动视 天耳确定 他性变知 你那些神通 急急呼呼 就跟阿弥陀佛一样了 那三窟不必要了 从无根无理学起 但是这三窟到后面呢 还要把它补出来 西方极乐世界人毕业了 但是在我们先前 还是相当重要的 那么这一段经呢 要以这个为主 而这一段就是 这个意义很深 也要用一段时间来讲 大肆地渡厥 主得很多很丰富 我们从这个柱子上来看 我们翻到349面 看第六行 第六行 书 然此三十七品 书孝陈法 十通八成 随其心形如诸今论中说 通常我们讲三十七品 都讲小乘 认为这是小乘 实在 它是通与八成 我们在过去 这很多年以前 我曾经将天台 智者大使所讲的四年初 这个小乘印出来流通 但是我们没有讲 本来是想讲的 没有机缘 讲这个东西 天台大使讲四年初 就讲藏通别语 四年初 你看看就那么四句话了 他那个著作四军 藏教的四年初就是小乘 通教别教原教的四年初就是大乘 四年初有四教 那么四正情 四为族 五根五立 七菩地坟八正道 又何尝不同四教呢 这就是此地讲的 看你用什么样的心 随其心形 那么由此可知 三十七道篇是大小乘共同修学 三乘共学 深温研究菩萨都要修学 那么底下就给我们解释 说通大乘共同修学 于切四十四 就是于切四的论第四十四军 于切四的论一共有一百军 他说于切四十四 就是于切四的论第四十四军 里面所说的 大乘菩提分 那有多种 三十七道品 是其中别一通与大小 于切四的论 是大乘论 这个不是小乘论 是大乘论 是法相唯一师宗 根本的经典 我们知道 法相中 他所依据的经典 六经的设议论 六经里面最重要的一部经 是解身一经 设议论里头最主要的一部论 就是于切四的论 是他的根本论 这是说明三十七品 统于大小城 下面再看智论云 这个智论是大智读论 也是属于大乘论 大智读论是 魔荷波罗 波罗内经的诸解 龙树菩萨道地 翻成中国的中文 也是有一百元 三十七品 无所不赦 这无量道品 亦在其中 那么由此可知 三十七品 是佛法的总纲领 实在讲 将无量的道品 归纳成三十七类 所以这个三十七类 就无所不包了 晋明云 晋明是唯莫其境 也叫做晋明金 唯莫其境上说 道品是道场 又云道品是发声音 这都是十多经论 来给我们证明 道场就是得到的出所 就是得到的出所 试大臣论云 这个试大臣就是试大臣论 也是唯舍 这个试一论之一 道品是菩萨保质陀罗尼 涅槍云 若人能管霸真道 极简佛性 您得提乎 戒约大数 这一句是总结 所以用前面大臣经论 都给我们说明 三十七道品 同日大臣 所以不能把当时七道品 统统把它看作小城 那就错了 那么详细的 我们就不需要写实了 这个语言里的有 各位自己看就行 我们继续看底下的超文 在三百五十年 第六号 随行行者 如涅槃云 智有二者 一者终之 二者上之 观诸因苦 是名终之 分别诸因有五两相 非声闻言者所知 是名上之 则指道品事宜 观之大小 故无定 连池大司 这段话说得非常之好 实在讲 这个于华言宗里面所说的 语言人说法了 无法不远 由此可知 法 法实在讲 没有一定的 因人而已 如果是小城人 他的心量很小 你叫他去念华言经 你叫他去念华言经 叫他去讲华言经 华言经也变成小城了 这是我们讲阿含经 我难问是佛基凶经 是阿含经里面 是小城里面 我们讲这个经 完全把它变成大城了 不但把它变成大城 还把它变成一城 我过去讲这个经的时候 就是用华言经这个教义 来看这个经 这经就是念教义城 我跟李老师说 李老师讲 这个讲法人家不服 怎么办呢 他给我加了两个字 叫一城阶梯 给我加个阶梯 这是一城的基础 但是你这样加上去 人家就没话说 佛对话 恶难问是佛基凶 在《大藏经》里面 就在小阿含经里面 你把它这样说出来 人家不是要找麻烦吗 要引起这个辩论的 真论的麻烦 觉得还是谦虚一点 客气一点 的确 法是因人而死 判掉 不能把它判死 不可以把它判死 只判死了的时候 这个学习就有过失 所有一切经典 通通是活活活活活 却是随心形的 而有差别 这个就完全正确了 那么所以他在此地讲的 有中志有上志 中是志中下的根性 那么这是讲的 深文原觉以下的 深文原觉以下的 上志是将菩萨 唯有菩萨才能够有能力 分别无量的法相 但是这种分别 主要晓得 这是菩萨的后的智 说个老实话 深文以下的 深文以下的 没有智慧 你看看 金内圣常讲的 法身 菩萨的 菩萨 这个三德了 摩罗汉跟皮之佛了 只有半个 萨 那菩萨 他没有 法身 也没有 诸位一定要知道 正德 法身 菩萨 才先前 为什么呢 菩萨是能证 法身 是索证 这两个是 分不开的 有能证 必有索证 有索证 当然有能证 摩罗汉 皮之佛 没有 正德 法身 那来的菩萨 他如果有菩萨 他不就 正德 法身了吗 所以 这两种人 只有定 没有灰 他的定功 很深 你看 《楞音经》上 讲的 他得九次 定定 这个定功 就相当深 定没有能开灰 他没有能开灰 只有定 没有灰 所以 他得的 解脱 有一点 解脱自在了 他能够超越六道 神思 轮回 但是 不能够正发神 唯独 唯独菩萨就不一样 菩萨 实际讲的 还不是一般的菩萨 不是全教菩萨 是讲的实教菩萨 真正 智慧开了 那么这个在大小庭 教学 观念 手段 方法 都不相同 大臣这个观念 跟手段 着重在根本质 小臣人的观念 跟手段 着重在陈地 所以他的想法 做法 就不相同 非常明显的 我们中国 自古以来 这些历代祖师大德 所使用的方法 跟那个印度小城 用的方法 不一样 那么现在呢 就是我们中国 这个历代相传的方法 跟现在南洋 南传的这个佛教 就不相同 你想太过 这个西兰就不一样 观念上不一样 方法上不一样 这种明显的 四例 从前清楚 现在看不清楚 现在我们台湾佛教 这个教学乱了 乱到反而不如小臣 小臣他注重定 我们现在说老实话 小臣不像小臣 是大臣不像大臣 现在是什么佛法呢 现在是颠倒佛法 我们胡大都在讲了 盲修侠恋的 现在是盲修侠恋的方法 没有 语言则可行 这个是希望同修们 要特别读习道理 佛法的教学 一定要从根本质下手 所以我劝同修们 你们一定要着重清净心 清净心的培养 要遵守古德 所教给我们这个途径 从哪里开始呢 从背诵下手 不求圣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没有智慧 我们去看经里面的意思 全是我们自己的妄想 全是我们自己的分别执着 我们哪里懂得经典的意思 开经济家 愿解如来真是意 说老实话 我的意思你都不懂 你怎么会懂得如来的意思呢 这个大家要知道 所以我们先读尽 读尽是个方法 也是无量法门里头 一种方法 这种方法 非常非常的殊胜 用这个方法 只读 不求极 这个意思 我在讲习当中 跟诸位说的很多 读尽的目的 读尽的目的 是修戒 修定 修慧 戒定慧三学 一次完成 同时读尽 就是读尽 正不邪 正不邪 正不然 读尽尽是我们修学的纲领 这三个纲领 一次完成 如果你求解 给诸位说 三学破坏了 这个三宝也破坏了 决正经是三宝啊 读经 一味的去读 不求圣洁 我们是修三学 是培养三宝 这个功德大了 这个是 戒在其中 定在其中 会在其中 念多了 自然就开悟了 我们古人常讲嘛 多数千遍 其意自见 那个自见就是开悟了 所以你念的越多 心越清净 不一定碰到什么个机缘 一碰上了 就豁然大悟啊 就开悟了 心不清净 不可能开 所以 不必要知道的事情 不要去知道 不必要认识的人 也不要去认识 不要去认识 所以我教大家 不要看报纸 不要看电视 统统放下 身心清净的 这个大自在 实在讲 对于你身体健康 都有很大的帮助 心清净 身就清净了 不病不生 你只会生病啊 就是你心不干净了 身不干净了 饮食要简单 简单是呢 我们的肠胃干净 心干净 肠胃干净 这个人不会生病 到灵命中时 欲知识知 复资在在地往生 这个多好啊 这才是我们学佛人 希望想求的 其他的事情 与我们都不相干 都应当把它写得干干净净 不要把它放在心里 上知是菩萨的智慧 我们可以培养 从中下根性 如果得法 在理论上 方法上 能够相应的 中等根性的人 也能够培养成上上知 这种例子 在我们中国古代 宗门教相 我们看到很多 很多这样的例子 那么下面呢 讲 我们就开始跟著介绍五根了 看这个三百五十面 道数第三号 五根者 一信 二进 三念 四定 五会 能生 圣道 故名为根 又如巨蟹 巨三一股 这个言译一行 我们就不要念它了 再看下面一行 更有二意 一得能持义 持其所义得 而自分不失也 二 身后一 身其所谓得 而圣经上求也 这个地方呢 需要跟诸位 做一个简单的解释 所谓根 能生 圣道 什么是圣道 甚是圣人 祝福于大菩萨 所证得的 我们称之为 圣道 祝福于大菩萨 所证得的是什么呢 简单地讲 是 诸法试相 就是 宇宙人生的真相 这个不明信 我们今天讲明 佛说说悟 我们明的是什么 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真相 不了解 这就讲明 佛与菩萨 对于宇宙的真相 过去 现在 未来 慈戒 踏放 没有一样 不清楚 没有一样 不明了 没有一样 不通达 这就叫 我 这么大的 智慧 这么大的 能力 从哪里来的呢 是不是学的来的呢 不是 学不来的 不学 怎么会通达呢 这个里头有一个秘密 那是我们一般人不晓得的 佛知道了 秘密是什么呢 原来 静虚空变法界 是我们现前一念新性变现出来的 这个是秘密啊 如果我们自己 将这个一念新性 彻底明了了 这一切万法 自然就通达了 古人讲嘛 事的本呢 不瞅没了 新性是根本啊 宇宙人分 森罗万象 那是知末啊 只要你把根本 找到了 知末就通通都找到了 所以说是 无私之 自然之 一切之 普遍之 通通现前了 这么多的名词 总而言之 都叫做后德之 所以我们今天要求的 新性是根本之 把根本之得到了 那个后德之是不抽的 那么由此可止 求根本不重要 根本之 在禅宗里面 叫做明心见性 在教下里面 叫做大开圆解 在净土宗里面 叫做一心不乱 名词 各种不一样 意思 境界 不相同 没有两样 能由此可知 我们从这个法门 一举尽宗的 五经一论 用这个 持明念佛的方法 我们求的是什么 求的就是 一心不乱 所以我们的修行 要特别着重在心底清静 进到极处了 就到一心了 正的四一心 就是我们常讲的念佛三位 你就得到念佛三位了 如果正到礼业心呢 那就叫做念佛本王三位 就加了个宝王两个字了 加上宝王三位 也就是华严三位 那个华严境界 广大无边呢 你就一切都通达了 你看八万四千法门 门门都是达到这个目标 但是一切法门里面 这刚才说过了 随心形不相同 所以又难又逆 这个法门 可以能够随 业障深重的凡夫 它都有效 上窥随等救菩萨 下窥随卧道众生 这个法门 就是无比的殊胜 所以古德称之为异行道 道理的四体 这个五根能生神道 所以称之为根 那么下面呢 这个细说根有两个意思 一个意思是能耻耻 这是它本身有能力 这是保持 保持它已经得到的 它不会舍掉 这是根的意思 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 生厚意 不但能保持 而且能够生长 好像一个植物一样 我们譬如一棵树 它有根 有根 它能够保持 不仅能保持 它能够慢慢地长大 所以用这个来比喻 下面呢 这就给我们一条一条解释了 根呢 有五大类 有五大类 第一个大类呢 是信 经文 在三百五十一年底下 这是连车大师的解释 超文 因性根的 位于地理 身人要欲 使民性根 这个是法相中的讲法 法相维持中的讲法 这个地理 简单的讲 就是顺地 苦疾灭道 这个虽然是真实的 苦疾是世间因果 灭道是除世间因果 我们应当要知悟 应当要深信不疑 佛说出世间 世出世间 灭安从因果 说世间法呢 先讲果 后讲因 为什么呢 一切动真呢 你跟他讲因 因还没有结果 他疏忽 他不在意 你跟他说果报 果报在眼前 他害怕 他会特别注意 先给你讲果 果是什么呢 苦啊 四面图 四面图里面给我们讲 观受是苦 受是什么 感受 或者是享受 你今天享受的是什么 享受的是苦 这是实在的 三界里面 难有落 佛给我们把这些苦 身心之苦 把它归纳来 给我们做一个说明 归纳成了三苦八苦 总刚如是三大路 这个三大路是三界苦 苦苦 坏苦 寻苦 欲界众生是通通都有 哪一个也不能避免 到四界天呢 欲没有了 欲苦没有 苦苦没有 他又坏苦 又辛苦 纵然到五四界天 五四界天 身体不要了 那就实在的多了 我们今天时间讲 灵界 这个大家羡慕的不得了 灵界 通灵啊 灵界 灵界怎么样呢 灵界他还有辛苦 虽然没有坏苦 他还有辛苦 还是离不开苦啊 欲界是最苦的了 我们的欲界最苦了 这个字 美国加州的大地点 是昨天吧 大陆上又发生大地震 所以有一些地震学家在这里预言的时候 我们台湾早晚会有一次大地震 还有我在国外听到的时候 说是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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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零年以后啊 到这个公年两千年以前 这个十年 那个说起来更可怕 说这个地球上有很大的灾难 这个地球都有变化 说将来啊 这个西北雷亚苏联那边呢 是气候最好的地方 那美国都变成南白极了 中国就变成白极了 不适合于人生存 那什么呢 地球在太空当中 这个转的转住的时候啊 移动 那这个就太可怕了 这个是到底什么原因呢 如果是人为的因素 那就是核子战略 如果这个地球上 在一个星期之内 同时爆发三五十颗原子弹的话 这种转动 就可能把这个地球 这个都只是变动 十年之内有这么大的灾难 如果我们现在不认真念佛的话 谁都逃不了啊 所以现在大家总要看开一点呢 看淡一点 不要把眼睛这个尖尖计较啊 假的呀 你能够看起来呢 我们今天看全世界人心 看全世界人的造主 这真的古人所讲造灾呀 这个灾就是 为灵天地 天心慈悲喜喜 怎么晓得天心是慈悲喜喜呢 我在经上告诉我们 你要想生 色戒听 你要修四禅八地 要修四无量心 四无量心就是慈悲喜喜 所以我们知道 色戒十八成天的天人的心呢 是慈悲喜喜 我们是不慈悲 没有慈悲喜喜 这是违背了天心 地心是什么呢 地心诸位看地藏菩萨本命经 你看看那个地狱里面 银罗王贵王 他们所说的话 他们不希望治这些罪人啊 不希望惩罚了 是希望帮助这些人呢 不造罪业 不躲落道 可是这些人迷惑颠倒 不知道这些鬼王 土地 不晓得他们的性感 天天在造这个 杀到盈望 他造业 那么这诗 地狱归王 这些给一些众生的心 我们晓得了 我们今天违背他的意思 这叫违逆天地 违逆天地 天神归神 都不欢喜 这个人间自然有大灾难要来了 苦是果 果不通来人 当然有因 因是什么 因就是疾 疾是什么 疾就是 迷惑造业 对 不要讲生的 天地之心 都不晓得 圣人知道 也不知道 把古圣先贤的教诲 我们俗获了 淡忘了 甚至于 还有恶意的毁谤 这个怎么代表 我们东国这个国家 在 2008年疫情 是世界上 最文明的 大国 最强盛的 大国 自古以来 号称为天朝 被全世界 每一个国家民族 所证净 他见什么 东国人 行圣人之教会 从汉朝 流氓当 建立政权之后 对于国家的教育 就采取 孔明的思想 作为我们 国家教学的宗旨 意志淡满心 这是我们称之为 儒家 儒家教学的宗旨 就是 无人 把德 称之为 常道 无人 无人 是讲 人与人的关系 是一种 非常 红 今天讲 亲爱 金城 现在这四个字是口号了 儒家 儒家 确确实实 把这四个字 做到 无人的社会 是一个团结 一个整体 整个国家民族 像一个人一样 人籍关系 谁说此 从最小的 这个圈圈 夫妇 夫妇是石 家石 这是一个房间 共居 这一个房间扩大 这就是家庭 家庭有父子 兄弟 家庭再扩大 社会 就是国家 有军臣 有朋友 四海之内 借朋友也 朋友的朋友 全国都是朋友 邻居的邻居 全国都是邻居 这是我们儒家教学 将近两千年来 我们受的这个教育 今天把这个排斥掉 所以无能是讲 人与人的关系 真正讲的是 亲爱 精诚 所以 我们提出今天 提出这四个字的口号 如果没有儒家 能理的观念 能理的教学 这四个字是空的 人与人之间自然红 人与人之间自然会彼此照顾 这个社会是一场红 基本的道德观念 也就是说 我们生活的 大家在共住的一个规则 像佛法里面讲的 基本的戒条 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生活 共住的一个功用 来日月正确的 五常 人 仁 帮助的地方,我们应当要帮助他 要尽义务 不要将报酬 中国自古以来,教学是义务 没有听说哪个老师叫学生一定要收学费的?没有 所以塑修是学生对老师的供养 那个供养老师决定不会订标准 一个月要交多少学费 一个东西教你一个东西要给多少钱 那是生意买卖了 教学是义务 这个私道啊 如果订上这个价格 好了,贫穷人受教育的机会没有了 是明确地跟过这个私道多么值得真净 孔雅和雅的教学,有教无论也 对学生决定没有分别 学生对老师的供养是随机的 你家的父母都供养一点,老师也受 你家的贫穷的,你一点供养也没有 老师也不怪你 那老师不能说我教你一年了,你都没有供养 下一年你不要来吧,没有这种道理 所以老师都很清贫啊,生活都很辛苦啊 但是他在社会上有从高的地方 人家称这种清高啊 他在社会上受到大众普遍的尊敬 那么老师看到学生将来在社会上过过有成就 他也很安慰 他的兴趣没有白费啊 所以要讲求义务 人人都能够对社会,对大众面移尽义务 不讲求报仇 这个社会才真正有进步 那报仇里头有偷工结料的 那有偷懒有欺骗的,义务里头没有 那是进义务的 所以我叫讲义,讲理,讲智 这是理智,不是用感情 除是在人切物,都要用理智 因而有信将信用 那这个是人在社会 与禽兽不相同的人有着五种道德的观念 所以儒家教学的宗旨就是无人无常 物常就是人道啊 做人的道理啊 那么从这个再发展到最基本的 再发展就是法德 更效人爱,信义和平 现在这些东西统统不讲了 统统把它丢掉了 现在讲什么呢? 完全讲厉害,这个不得了了 人与人之往来啊,之交往啊 你以为我有利益啊,我没有好处没有利益啊 却越利得我利益 这个不得了 这个社会像这样发展下去 是功利主义啊 功利主义今天可以说发展到极端了 道理完全没有了 纯粹是厉害的激活 这很可怕 因为厉害会变化的 今天有利益 咱们两个好朋友 明天你这个地方得不到利益了 轻点是断交了 重一点点 重一点是冤家对头的 你说怎么得了? 这个不得了 社会已经发展到这个样子了 要想挽救行吗? 不行,来不及了 无法挽救了 所以李老师说 只有一条路就好走了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说赶紧扮隐名 再往西方极乐世界去隐名去 除了这个办法之外 没办法 天下已经乱了啊 菩萨神仙都治不了了 这是我们要把免贤 我们的处境要认识清楚 这个世界真苦啊 真真是苦啊 没有路啊 你自己想想看 你从早到晚 你心里会快乐吗? 你很快乐 你的快乐能保持几天呢? 你能保得住几年呢? 不能不认真呢? 是思考 是反省 你要是故然觉悟着 我们的受用 我们的享受 只有苦没有路 你才会觉得 这个世界不能住了 这就是本宗里面讲的 信愿行那个三字量叫愿 愿 愿 立所谱 愿 求生 极乐 你这个愿心呢 从这个地方才能够生得起来 你不晓得这个世界苦 你还不想离开呢? 那么换一句话说 你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心 那个愿就不肯切 你真正知道这个世界苦 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心呢 才会肯切 所以心里要知苦啊 要断极啊 就是要断这个迷惑颠倒造作 要把这个断掉 第二个呢 要深深相信 出世间的因果 我也是先讲过 古生 古生 灭 灭 这个字 也翻作灭盘 也翻作与灵极 灭是什么呢 灭是灭烦恼 灭苦鹰 灭苦狗 把这个苦鹰苦狗 统统灭掉了 这个圆极啊 现在很多人 把这两个字的意思用错了 认为什么呢 这个出家人死了叫圆极 这简直就大笑话了 语言是讲功德人满 灭是心地清净的 清净极 是这个意思啊 圆极明明是活的时候震得了 啊 释迦牟尼佛当年实现 在菩提树下 啊 夜度明星呢 成罪正觉 那罪正觉是什么 就是震得了圆极 释迦牟尼佛是三十岁啊 震得圆极的 如果人死了叫圆极 那谁不圆极啊 个个都圆极 那还用不着谁呢 啊 这个语言是讲 因云国满 啊 修行圆满了 清净其灭了 这是谷位里面至高无上的谷位 我们在仁王经里面 看菩萨的谷位 他分五个 五个阶级 五个阶级都叫人 你看最高的阶级 叫极灭人 就是圆极的意思 极灭人 也有三品 下品的极灭人 是师弟菩萨 就是发云地的菩萨 东平是等觉菩萨 上品就是佛谷 这个圆极说老实话 那是能复其始的话 最低限度是师弟 发云地的菩萨 下品的圆极 八地以前 都不够格 在九地以前都不够格 因为这个七地八地九地 是五僧人 不是寂灭人 是五僧人 最新给我们讲的灭 那是古 就是如来古地上的大灭盘 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震盾 一定要修道 那 酷鸡灭盗 这个塑条是真的 这是真理 一定要修道 那么这个道普通 就是讲的三十七道品 小陈讲三十七道品 大层法这边呢 是无量道品 那是无量道品 但是无量道品呢 三十七品可以把它捅饰 所以这个地方讲的 为你地理 苦极灭盗 这个四地 这四地主要知道 四地多通多有藏通别脸 那么今天我们净土中 所讲的这个四地 是御营教四地 净土中是御营盾大法 你看古多所讲的 像御营大使的药九里所讲的 弥陀金是华音 奥障 法华 密水 彭基钦所讲的 即是东本华音 他那是讲无量手机 东本华音 说东本呢 当然还有小本 小本就是阿弥陀金 所以这个金呢 是纯远 集远 明东之远 所以本金讲的三十七道品 是御营教道品 我们对这个要生忍 忍就是相信 就是不怀疑 人 是心的安住的意思 心安住在这个道理上 绝不欢喜 绝不动摇 这叫生忍 要是欢喜爱好 虽然是愿望 我依到这个修 我想依到这个理论 依到这个方法来修学 很欢喜 依到这个理论方法来修学 这叫做要欲 这叫做要欲 第二样呢 才叫信根 你这个信才有了根 所以这个信之也不容易 我们今天想去修净土法门 听到人家在那里讲禅宗 心里还想谢幕 还想学 听说那个地方有什么密宗啊灌顶啊 也想去参加一些灌灌顶 这是什么呢 谁有信没有根 没有根的信呢 就像水上的浮瓶一样 随风飘大 不会有成就 如果这个信有根了 也定不动了 这个才叫有根 所以信到有根了 这就可贵了 这个就是你很有可能会成就 有可能成就 信而没有根 那实在讲啊 我们俗话讲啊 大师田中啊 中一个父亲而已 这一分 不可能有成就 所以 你们同学们 自己可以省察一下 也可以观察 这些学佛的同学们 哪个人有成就 哪个人没有成就 我们心里都会要说 也可以说很清楚 很明白 凡是 心地会动摇 近一思千 这种人 这一生不可能成就 凡是 坚信不已 越无动摇 这个人这一生会有成就 我再说的明显一点 现在这个开拜市 奖金的道场很多 做庙会的道场也很多 常常跑道场啊 都没有性根 都是动摇的 真正有性根呢 这不说的 跟一个老师做一个道场 却不到第二家去 却不听第二个人 这个人有性根 真正有性根 不管他学哪个大人 他都会有成就 这是我们真正知的中间 到处跑的 实在讲是不值得恭维的 不要说 哦 我们在这讲经 别的道场人跑到我们这 我们这人多能欢喜 我不表示欢喜 为什么呢 我这个道场有你不多 无你不少 这话怎么说呢 因为你不能成就 你在我这里跑 也会跑到别的地方 你反正是到处乱跑吧 这哪里会稀奇呢 不稀奇啊 人家是在一个地方修修 根定一个老师 一个道场修修 即使不是修净土真的 修其他中派的 我们都尊敬 为什么呢 如理如法 所以如果主要介绍到这来听经 你要看到那边人就不能够介绍 不可以介绍 你对他精进 对他鼓励 他做法是对的 可以拉哪些人来听经呢 到处来跑 那个可以 反正他心是不平嘛 如果今天飘在这里 你已经跑到那里了 那个可以 你劝他到这来听经经 没有关系 给他动众善根 那叫信也有根 第一下还有两句 此以为总 于事成上 这个五根里头 使性根 为最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性根 下面这个 精进 面 定会 都不可能有的 不可能发生的 所以后面 精 面 定会 都是因性 而成就的 你由此可知 这个心多么重要 大文山说 信为道云功德母 心 是入道的根源 是一切功德之母 母是比喻能生的意思 信 能生一切功德 能生功德 这个 就形式出它的重要性 所以佛经一展开 第一句话 如是无闻 如是就是心成就 为实 在背法里面 是一个善法 第一个就是心 连儒家都讲 儒家都重视这个心 人如果没有心 没有法子 在这个社会上 立足 你们现在在西方社会里面 这个理念 还是被普遍的成 在我们中国这个社会 反而不太感触到了 西方社会 为什么呢 因为它身上都不带现金 都要用信用卡 信用也失掉之后 在社会上 确实没有法子立足 所以他们 对这个信用 是一定要遵守 因为你有信用 你在那个社会 就样样行不通 你信用没有的话 的确 没有办法生存 是出世间法了 都建立在性根点基础上 今天时间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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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